好 立法院昨天行使 監察院人事案同意權投票 創下了兩個記錄 一個是出現了史上 第一位女性監察院長張柏雅 而另外一個是 總共有十一位監委被提密人 被立法院刷下 創下了最難看的記錄 不是不同意就是無效票 監委人事案在立法院的 投票結果出爐 除了政府院長之外 二十七個提密人當中 有十一人被刷掉 這十一人包含 先前就自行退出審查的許國文 還有總統府國策顧問許文斌 史耀局前局長康兆周等人 得票數都沒有過半 其中還包含了現任監察委員 今天會導致這個結果 我們如果看到 今天民進黨霸占主席台 所用的標語全部都是 王建軒 王院長 他沒有點名 導致這些 這些爭取連任的監察委員 有好幾個今天都落榜了 監委投票有十一人慘遭滑鐵爐 林洪馳認為王建軒連日開炮 已有影響 不過這樣的結果 藍營立委在開票之前就已經料到 是不是一定能夠全部都通過 我個人也是覺得可能沒有那麼樂觀 我想應該不會前述通過 這個反正就意料中了 好的我們支持 不好的刷掉也是應該的 儘管在預料之中 不過刷掉十一人人數之多 還是讓黨中央大感意外 早上國民黨才開放黨籍立委自行投票 沒想到黨內立委大跑票 林洪池表示尊重結果 但是否對跑票立委祭出黨籍 會再進一步了解 也不能錯殺無辜